那我问一下关律师 如果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 哥哥把妹妹这个检查机会改了 这事涉嫌违法吗或者侵权吗 就是说妹妹在委托哥哥和嫂子 帮她去拿病例的时候 对吧 那么我再取到病例 哥哥和嫂子有一个如实告知的义务 所以我觉得呢 其实哥哥和嫂子的行为 是侵犯了妹妹的一个知情权 如果说因为他们的行为 给妹妹造成的经济上 或身体上的一些损失和损害的话 是应该承担一些法律责任的 但是按照律师这个说法呢 我想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会被起诉了 因为大多数人都在隐瞒自己的亲人 但我觉得这个案子 就恰恰给我们这些 就是有着善意谎言的人呢 提了一个醒 你再去说善意的谎言的时候 有可能都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我们自己亲人得病了 比方说自己的妻子 或者那个父母得病了 得先想 我就会担不担法律责任 我觉得人活着特别累了 所以我一直观点就是说 这个个个少的 我第一反应他就是一种善意的谎言 他有什么善意 我除了我就看着全是恶意 我没看出来一点的善意 而且结果来说 对于这个当事人有什么好的结果 最后这个转移 还有这个手术 这种恶果不就是他造成了 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善意 哪来的善意 但你要明白一点呢 那是你站在你这个层次上 你的认知水平 比他肯定要高 在我们老百姓眼里 一得癌症 完了绝症 光听这一个字恐怕 对 就绝症不能看了 尤其家庭团队不好一点 凭啥他的认知 要妹妹去以健康和生命去偿还呢 他没想这么多 他什么样认知 他要能知道会出现今天 两年之后 他妹妹出现这种恶果 我相信这个亲哥哥 他是有人性的 不至于说没人性 其实我认为我们在很多事情的时候 特别是亲人和亲人之间 是有很多一些 就是说这种 法律的模糊的一个界限 因为经常会有人说 问到说 郭律师你看 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亲属之间 这还算不算是个问题 是不是个法律问题 所以就很多情况下 就是即使说是亲属 那在没有发生说纠纷 和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时候 我觉得这还是说是可以解决的 但是造成了严重后果的话 那么就要参照说我们普通人的 不管是人身权利还是产产权利 都需要承担法律责任